大家好 我們今天長的西遊記會很出名 叫三大白骨精 話說唐僧使徒來到一座山 孫孔大叫呆 妖怪都走開 巷裡什麼都沒有 唐僧的肚子就餓了 孫悟空就去找吃的東西給他們吃 孫悟空走了以後 那個妖怪要抓唐僧 可是豬八千和小孩還在 妖怪就變成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兒 去騙唐僧 這個時候孫悟空正好回來 她的眼睛很厲害 她能看得出這個女兒是妖怪變的 孫悟空就大叫一聲 帶拿來的妖怪 她就想拿出她的金箍棒 打死那個妖怪 那個妖怪馬上就要逃走 她留了一個假裝的身體 假裝她死了 她就很生氣 她就唸那個金箍棒 還有把孫悟空趕走 孫悟空就求饒了 她說我再也不會打人了 唐僧的信仰了 她就原諒了孫悟空 可是那個妖怪沒有死喔 那個妖怪還會來抓唐僧嗎 我下次告訴你們 我下次告訴你們 不 Associate 很輕致 所以 有這麼多